首先来看一下 封仔 封仔 对 的选择 十一城是暂时被封印了呀 那看一下下一手选择 八成还是 科龙大教堂吧 八成不会是十一城 对 我觉得科龙大教堂吧 可以延续一下选择 这张图虽然说昨天 没有拿到王图的加分 但是后追的势头还是很猛的 可以再度尝试一下 来看一下 要不要来 还是会换呢 换一手也行 因为今天也多次提到没换 对也多次提到 其实对于昨天拿到小组 同名的选手来说 今天的成绩啊 对于整个亚组比的形象 真的是没有任何影响了 对 同名来说真的非常轻松啊 对 除非今天一二三四变成了 一四互换 变成四三二一 对 这种情况其实发生的 概率微乎其微 逸心选择到了欲望之城 今天都不大想求变呀 那阿生呢 昨天空港 你还要选吗 今天我觉得跑空港 哇 还是空港 也行 再试一次 但空港这样的图 真的很吃起步 小玉昨天是反亚 今天还会选择吗 反亚我觉得是可以的 还是反亚 对 那这样一来 四名选手其实都没有出现 太大的变化 对 就按照昨天的来 也不是不行 其实选手的这个王图 还是比较有阶段性的 对 在短期之内 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变 其实昨天打完 五张图以后啊 分差也算是可以接受的 空港也并没有出现 太大的事故 是 你要说昨天这场比赛 其实产生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九局比赛 只有两张 两局 对 是杀出去的以后啊 获得了第一名 就这个起步杀出去 以第一晚赛率 就完全不成正比 对 昨天的比赛 主要还是小玉这个点吧 呃 大概有三局比赛 都是起步冲出去以后 自己出现了自主失误 然后给到 不止三局 太保守了 太保守 就是比较明显的三局 就是他出去以后 有比较大的优势 然后给葬送掉了 反之一 这张图昨天 四名选手 对抗性是拉满了 而且昨天 其实小玉这张图 杀出去以后 后面封载在后追的时候 确实这个速度 是真的快 是 两名出手 感觉 在这个步调上 还是很一致的 一粉一律 两个先着 看我扎不扎 你就完了 起步 这起步 双侧 哦呦 这个起步不是很顺利啊 风仔 每一次侧身 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逆行这边 还抓了一种内线 但对风仔 到时候干扰以后 自己的影响 要更大一些 现在阿胜 起步战神 哦 这一次 在第一局当中 就直接冲出来了 拿到了起步的优势 没错 还是过来以后 再冲进一个进阶 昨天 和两个梯队 霍比特 莉莉在目啊 杀出去 也要会跑 这个杀出去以后 有点稳不住 就不太行啊 对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在前三十秒当中 还是能够稳住 自己第一名的 尤其是反向十一城 这张图啊 其实整体来说 后面选手 不是追得特别猛的话 是可以能够稳住 对 但目前来看 都不算是一个安全的距离 一个失误 就有可能形成反超 就比如一个拖飘 但是一二三都顺利通过 逆心在后面拉的距离 是稍微有点远 对 这个点的话 是要跳秒的 后续还是要再 跟一跟自己的这个位置 照着路线甩断 第一圈 五十六秒二二 有机会 后来要再闲间 甩尾延续 这种装插 要做得更极限一些 对 路线找得很好 风在天地拉着距离 又是这一个距离 对 昨天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发起了一波对抗 对 除了前面有个阿生 其他都非常相近 走 稍微以后看一下 下一个弯道 还要从内道去卡一下 小玉的位置 而下面一个弯道 这个过弯速度 风仔是真的比小玉要快 你看连续两个弯道 已经拉近了 但是这个弹射点 没有办法 在外道被顶开了 对 但是风仔有预判 他即使点了一手快出 路线并没有偏差太多 不过 小玉受到一些干扰以后 这个路线也要 需要做调整 这样 又是一个 极致的过弯 路线加速度 速度拉满的情况上 直接反超了 但这个弹射点 又是跟上一圈是一样的 打起来 但是阿深这边 完全受不到任何的影响 但逆星这个位置 稍微有点远 3.3秒的一个成绩 怎么这么远 破纪录了 恭喜阿深 逆星6秒7分 还是跳了 这首图可不腥送啊 首图来讲的话 我觉得最多两分 是能够接受的 是 但这局6秒7分 翻倍了已经 这一把RSC内战 这样的选择 在这一局打的是 真的挺漂亮的 但这是个人赛 我觉得是在距离 很接近的情况 绝不可能这样的 肯定不可能 而且 锋仔 其实他 正常来说啊 他相较于 对待其他选手来说 呃 内线贴的要更死 过弯速度要把控 更果断一些 对 但是今天他面对了小玉 毕竟是一位新选手 我觉得可能 面对到这种内战局的时候 心里面想法难免 还是会有一些多 他想要不影响小玉 然后又想要过去 过去是本能 不影响小玉是情商 是 但比赛来说的话 我觉得 真不要考虑这么多 不用想太多 对 真不要考虑这么多 你管他前面谁呢 就把这个ID也屏蔽掉 对 就有的时候就把这个 名字的气泡一关 对 前面是谁我不知道 除非我看左上角 但其实作为一项 呃 就像 开局的时候 我们又说了什么 九局比赛当中 两次 只有两次 出去以后拿到第一 对 但今天 这直接来了个1-2-1 第一局就是得 打一下脸 杀出去就能稳 目前成绩保持还是一丝大的阿尼 对 但风仔这个成绩已经是比较接近于记录了 那这一局 客户大厨堂 来到王图阶段 逆行的分数啊 先看起步 哎 起步 风仔直接被卡 左起步双侧 踩胶带击满蛋器 这个风仔昨天的起步情况 哎 逆行 直接小玉把 风仔也卡上墙了 对 但逆行原本起步被刺不错的 然后受到自己比较大的影响 这边风仔是缺一个蛋器的 看一下怎么补 刚刚开始小玉把阿深给卡上墙了 逆行这个补气补得很灵性 损失是较小的 这局的光也非常快 再选择一个ECU 最大W拉过来 但是现在又是少了气了 怎么办 下面容错率就会比较低 哎 还跳起来了逆行 这边跳起来以后 是再控制一下 对 很难控 但是逆行控住了 这大W有跌过来 小玉又是昨天同样的距离啊 哎 当时是蛇在了最后一个弹射上面 今天得稳住了 蛇在哪还记得呢 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今天来看逆行这个后追 有边缝啊 这一个点直接去抱一下小玉 这几个弯道的细节 直接实现了反超 下一个ECU非常重要 ECU标过来 完美 看一下逆行 一线的优甩 落地再来一首暴地 逆行反超成功 拿到11分 这一把 不是自己折的 被逆行掰折的 这个是被动 对 这个是主动 不过 我们从逆行的视角来看 小玉除了前面那个CWW速度 可能迭加有点问题以外啊 在直线上没进去拉近距离 其他的应该没问题的呀 对 难道真的就是后支位 在一些路线赛道上 看着前支位的选择路线 会变得更加极限吗 小玉那个甩断的点 感觉过得弯有点慢啊 就一下子被逆行给拉近了 就原本那个穿剑 与飘越剑之间的 衔接出现了问题 对 月光小玉 昨天成绩进行了 一波很大的突破 从27跑到了26 26 对 昨天跑完以后 我说难道这就是 跑27的原因吗 今天要不要再立个小目标 这个至少得23好吧 我觉得也是 至少23 这张图最主要的还是看起步 嗯 之前打二维的时候 进行的起步速度是飞快的 但这级亚洲杯并没有 特别明显的凸显 再看一下继续起步 哎呀 说啥 这是不服了 再看 说什么来什么 但是起步第一个万道 氮气没有集满 准备过来 氮气线上 是 阿胜这个起步还是比较快的 但落地下个万道 有可能被卡下位置 对 因为风仔可以看着 阿胜的路线来选择 暴地的路线 风仔跳得有点高 但是阿胜路线一样 没错 看一下后面 逆星也上来做一波对抗 逆星应该采取了这个极限跑法 但拉近距离以后被挡了 现在四名选手 一字长着阵 远轩过来点飘一下 紧紧贴贴 路线完全一致 但这边转向过来 落地还是调整一下 自己的车身位 没错 风仔依靠直线上的路线 实现了反超 第一圈跑下来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差距 我觉得这个第一名的真度 还是比较激烈的 但是谁的王图 逆星的 逆星的王图 在第四 一切都有机会 一超三的机会 我觉得真的不大 得看前面的意思了 有人 路线选得很惊险 以后阿胜直接从那一道去 卡掉了风仔的小喷 对 小玉依靠着一手 极限路线 直接上到了第二名 并且拉近了 有阿胜的距离 刚刚那个点 路线选择确实很雕章 我以为要掉 这样一来的话 转空飘 看一下下一轮道 转飘落地 再来断空飘 但是小玉脱飘了 这样一来阿胜 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 拿下了本局比赛第一 是被小挡了一下 而且逆星和风仔都跳秒了 风仔跳了两秒 风仔的话主要是受到 刚才那个弯道出弯卡位的影响 会更大一些 但逆星这个点 可能也是被连带到了一下 这张图选王图 确实就要面临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觉得打仗的混战的比赛 真的对于选手的压力太大了 嗯 就你跑下来可能 大家分差彼此相差的都不大 对 但最后这个名次 可能就处在这一两分当中 是 那剩下的两张王图 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够 追求一下速度 对 228 229 我觉得客气赛格在本届亚洲杯 在空港上面的表现 是越来越突出了 而且我觉得 真的是 科尼赛格拯救了极度空港 对 不然这张极度空港 登场率 在这一届亚洲杯当中 登场率可能也不会 不会低 也不会低 但不会有至于像现在这么高 因为四辆地底悬甲 哇 这 太难顶了 对快拉了 起步有点歪 逆星还被蹭了小喷 但是好在能够过来 选将过来 这边单线圈上 在前级一个甩段 这个甩段甩飞着 甩到墙上去了 对 这边变神龙白尾了 第一个加布莱也没有踩上 这边要过一下甲弯处 没有影响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顺利通过 但是最后弹线叙述是断了 小玉杀出去了 当空标落地 再衔接一个12尾C打W 阿声在后面 东仔这两局 开局都不是很顺 这里再衔接一个侧身拉过来 小玉的话 在这局起步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对 今天起步杀出去的选手 还都是挺稳的 现在四名选手互不干扰吧 距离还是比较大的 但今天后追的选手基本更猛 阿声这边连续的弯道 关速度非常的快 拉着了 而且每一个弯道的路线 他都是看着小玉在飘 这个一个弹射 直接弹过来了 弹得很早时机 对 逆星也上来硬刚 一次又放过来 已经拉近了一点距离 但前面要看一下 阿声的稳定性了 进入到室内以后 一个复位就可能会脏势好局 这边进阶拉过来 暴力 一次通过的 反射点飘路线都没有问题 直接过来看一下 淡迁穴也能变上 这种情况其实空杠 都是能够保持相对和平的 太和平了 哇 这样的空杠好精彩啊 对 最后的一个 短空杠落地点飘一下 阿声要拿王图了 最后充现没有问题 恭喜阿声 拿到了自己 自选王图的额外加分 解说了这一组两天 第一张拿 王图的 王图的选手 八张图 这是第一张 对 下一张反压还有机会啊 阿声 但这张空杠 未免过得也太和平了吧 对 但和平的背后 就是 波涛汹涌 分数没拉开 就要看后续了 因为这样一张 七星赛都没拉开分数的话 我觉得后面会更难打 这张图应该是 前四张图 包括首图 分差最小的一张 对 一张 是 这个杀人诸心 看一下今天 还是得看起步啊 今天起步杀出去 确实都能够跑得不错 是 看一下这边侧身起步 哦 小玉起步还认快 这真的就是王图的一戒了 起步真的拿到优势 封在这边紧追去后 但是后面逆星也是处于不断的交通 要对抗 这个距离绝对要对抗的 下面 甩尾快出 看谁挡谁 谁顶谁 阿生被挡 对路线要注意了 一定不能被带到路线 风仔被顶 哦 但这边风仔是被挡到下路线 比较贴右 右被挡了一下 这边下再先接一个进阶 是 下一个弯道 这个位置主要是要看一下阿生了 如果停止点比较死 风仔有可能会被挡到后面 这个距离 小玉心想 这回你可碰不到我了吧 那三连弹射得看手感了 啊 是吧 三连弹射拉进去 但是还没有碰到 哎呦 太着急了 宁星今天真的拼了呀 但是这一次是没拼出来 不过现在 他后面还挡到了风仔 没错 不过挡完以后 自己的节奏影响调整 要难度更大一些 现在落到了第三 但是现在小玉就舒服了 这个王图有可能会拿到 是 大概略了 对 阿生已经打了样了 ECU再一秒 逆星和阿生之间 还是没有办法拉开分叉 逆星还是要盯着阿生啊 后面三连弹射 距离还是比较接近的 是 下一个弯道进阶过来 点票进入到劲道 小玉就愿意顺利空过 就是这个小尾 就三连弹了 稳着弹 小玉可能自己也没想到 这个王图的拿分 还真的要依靠起步杀出来 阿生是7秒8分 这把跳的是稍多一点 是的 被逆星拉回两分 辽老师能给我解析一下吗 为什么要选三二连 阿生选的是吧 对呀 不知道 难道还是想骗麦凯伦 然后还是想打长城 因为昨天有人用了麦凯伦 就骗车然后反打 那昨天用麦凯伦的是封仔啊 对阿生这个起步 直接飘出去了 先看吧 这边断空飘 三连弹都没问题 阿生的位置也还好 小玉封仔都留ECEO 逆星先逼 这边空中在叠 逆星现在是顶跑位 他现在这个 逆星的多远 其实都是想要拉开距离 对你后续打起来的话 我可能就会有更大的优势 是的 什么优势先拿 虽然顶跑的英格之光 要被后追的英格之光后追 但是可以依靠ECEO 先在前期拉开距离 看一下小玉封仔 这边的距离 也是比较接近的 下一个弯道 从一块弹成一线上 自行的一个摔尾 对四名选手过得都相当的顺畅 没有问题 看第二圈的难点 断空飘 还是很完美 远旭可以沿上 ECEO过来 对 现在风仔和小玉 阿生都是过一个ECEO的 这个距离的话 ECEO还补不回来 要看进去的反射了 风仔 但是非常的极限 关速队非常快 拉满了 线跑法来了 而且路线选择也非常的极限 不过这个距离 还是没有办法实现反超 应该刚好顶村伟 看一下ECEO 我实现了反超速度飞 跳起来了 碰碰 这个ECEO的收益好大呀 恭喜风仔 反超成功 风仔的这个过弯速度 真的很快 而且他很极限 这个必须是一个 很极限的ECEO 是 跳起来了 出弯的一瞬间 就得放了 那个反超的小喷 一旦触发的话 基本上这个ECEO的收益 肯定都是需要更大一些的 对 就从前面 那个跳台点落地的 距离上来看 应该是要顶车尾的 嗯 线心也知道 但没有办法 这个没办法防了 主要是他前面 交完ECEO之后 小玉跟风仔两人 并没有说出现 比较大的对抗 而且 最关键的点是风仔 在长延续落地的 那个弹射路线 真的拉满 要迎合之光 恭喜风仔 一张三二连冒险岛 你可以相信光 每駕周围 后追车 都是一个主题 是 打破了 JCR千群 保持了21天的记录 对 千群的老王图了 是啊 这可能也是 21秒46 又破这么多 对 所以这一把 我们能够想到的是 就是这几名选手 跑的确实 都是挺顺畅的 都很快 你看后面跟着 逆星跟小玉 除了阿深都破纪录了 对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人家能破这么多 因为都使用到后追车 正常让我们看到后追车 可能潜意识的 就和记录 会有一点屏蔽的关系 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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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仔不是很顺畅 小玉帅杀了出来 现在风仔 距离阿深有两分 阿深距离小玉 只有一分 小玉又杀出来了 阿深处于第二名 这个点可以端光标 端光标落地 看一下 快出以后再先接一个侧身 是 风仔路线选到更加极限一些 逆星起步又没出来 进阶过来以后 要看这个弹射 内线弹 对 路线都还可以吧 能够接受 延续延过来 进到处 再从内道去卡一下位置 对 想要外卡内 去摸一下阿深 对 但进行线位置有点远啊 诶 风仔单气延续能断 哦 金牛单气延续能断 应该是点的节奏出现了问题 对 再先接一个弹射 CWW 看一下 逆星线落后了2.4秒 嗯 难了 真难了 有点危险 对 最主要是原本风仔 要是能够和阿深做对抗的话 其实机会是有的 因为这张图是一张路线赛道 特别容易受到其他选手干扰 沿上了 远过来 沿上是慢的 是 没放出淡气 对 诶 小鱼自己失误了 连带到了后面的阿深 但是阿深这边调整得更快 直接来到第一名 而且直接掉第三 阿深这个端空标实施出来以后 直接来到第一名 拿到11分 呃 小鱼那边进到应该是 比较天内弯的 然后自己上墙了 因为那个点 呃 现在选手们基本上不会采取点票嘛 对 基本上都是淡气延续过来以后 直接双刹把淡气延续断掉 然后空点一个小盆 落地直接做暴底 那这样更为极限的跑法就更加考验选手我们的控车能力 一旦出现失误的话 好延续前面的这个车头方向也比较关键 对 就调整起来可能就比较困难 对 刚才的话 他可能也是延续的时候比较靠右 然后一个暴力直接上墙了 靠 撞内强比撞外强要好 嗯 但都挺难调整的 对 那下一张图小玉选 小玉和阿诚同分了 嗯 而且还拉开了一些与风载的分差 是的 这个第二名郁家巩固 逆星 越打希望越小 就差两张了 现在是难了 而且两张图选途权还没有 真的过得太快了 你看 这个混战真的打得有点艰辛 但这张图来讲的话 逆星好像在第一圈就已经 没了 嗯 不知为何落 透那么远的距离 对 因为 起步其实风载 只能说 这张图逆星 打了几周的亚洲杯比赛 这第三周了 嗯 1分19秒1 对啊 这个记录有点慢 就是你上了点心理难度 就是 大家都是有意外和风险的 是 但意外不能出在自己的身上 阿胜目的明确了 本来自己握有两分 两个小分优势 一个大分优势 就是只要逆星在自己后面的话 就稳稳晋级 没错 所以更多的还是选择去针对逆星 意思由风载先放 这边直接交 对 还是要拿顶跑 看得明明拜拜 一会是交错回来以后 阿胜这边更快一些 是 在那样是抢下位置 说明阿胜在前几细节处理很好 在落地以后 风载脱飘了 这个位置 逆星 断战当中杀了出来 但还是要看一下ECU啊 ECU前面有人在留 看风载这边 单气延续能延上 可以 没错 要看一下这一波的飞越路线 前面逆星通过了 阿胜是单气延续没延上 这个点单气延续没延上 就相当于支揮女神的 单气特性没有吃满 对而且这个距离阿胜 他是交了ECU的在第一圈 风载又是先交ECU 只要反超有ECU就可以 对 但丁星现在握着一个ECU 还处于第二名 这一把第一的友谊争夺者 对这个点的话 而且阿胜 不会 哎上墙有点危险 那这样送不到喷了 没错 下一个弯道 拉近点距离 再从内道去卡下位置 卡不到啊 那一个点是容易吸墙的 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边转向过来 要看一下最终的一个飞越 是 哎呦小凑一下 哎呦小凑一下啊 但是逆星也歪了 哇这个是逆星的大好机会 但是最后9秒 呃 阿胜这边是7秒 两分 一个是太 逆星就是 从车尾就看到撞左墙了 其实逆星想着就是 只要你不歪 我就不会歪 结果你跟着走 歪了 那他俩撞的还不是一边 对啊一个撞右边一个撞左边 嗯 但其实 这种最后的转向 你难免 不会受到其他选手的路线影响 对这个带到路线是常有的事 我觉得啊他偏左是已经在防止被带了 有没有 有没有太偏左了 太偏了呀 一直是我们最开始认识的那个极限新人王 我以为是一张很三星很三星的图 对啊 没想到多了两星 我们都老了 但是还得结果见真章 来看一下起步 是来看一下继续起步 双侧 第一个弯道 逆星 通过了 位置上有优势 这个ECU都不开 驾驶明王哈迪斯 ECU要稍微留一留 把特性吃满 大家先等一等 逆星目前位于第一名 阿胜第三名 但是风仔这名选手他在后面绕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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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让其他选手很难受 一直卡着位置 这边在衔接一个甩尾CW 对 风仔路线选择上真的很独特 没错 但这边的弹射路线是逆星 哎呀 弹射 车身 是车身脱飘 车身单喷脱飘 甲油落到第四名了 现在阿胜是来到第二名 但是你不能说没有机会 毕竟这一张进行赛道 但是两个一起弹的情况下 都出现脱飘情况下 逆星一场 而且小玉和逆星还在抢位置 小玉让了一手 这一让的话 逆星相当于吃了一个定型今晚 但是逆星现在还在卡着阿胜前面的距离 而且后面是有15点的 比如这个点 已经来到了后半段 这已经弹出来了 逆星顺利问过 阿胜也过来了 ECU再标出来 只剩下最后一个弯道 阿胜紧随逆星的后面 没错 最后一个小胶CW 机会很小了 有问题 阿胜8秒 9分 那怎么都没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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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图虽说是五星 但是 没有太多对抗的话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外性 但是 如果逆星稳住了的话 第一名 就是 他反超风载 确实 后面确实有可能再被反超回来 后面还是得看另外两个对手 如果他要保持住的话 那这把两分其实是有单场加赛的机会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 其实最后的晋级机会确实都没了 选择这张图 阿胜还能够稳住自己的状态的情况下 就已经宣告 在强点天的比赛当中 他能够稳住晋级名额 没错 其实今天四名选手 发挥的已经比较不错了 因为其实你看 阿胜他从最开始的第一名 然后和小玉同分 然后跟风仔同分 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一组是打得非常胶着的 对 不过随着这一场比赛 这一个赛段的结束 对于RMGM的一个团队来说 在过往亚洲杯的舞台 他们离场的要早很多 他们是走得最远的那一个 最后一张图 还打破了记录 是的 风仔的记录 再破一张 对于风仔这名选手来说 确实不管是瞬境 逆境 甚至绝境 他就能够做到他所说的佛系 是的 能够突破自我 而且今天几名选手 就是你从每张图 他们刷记录的这个成绩来看 真的状态已经是拉满了 对 打破了红孩儿的记录 恭喜风仔 而且今天这些选手 让我比较惊讶的 是真的在使用到后追车 还能够跑到这样傲人的成绩 真的很厉害 像320冒险岛的银河巨光 以及这一局的汉迪斯 是 都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再次恭喜风仔 赛道记录数加一 本场比赛结束 赛程已经进入到了这一个阶段 淘汰固然是残酷的 同样啊 不管是对于 RNGM竞赛选手 还是对于逆心本人来说 确实这一路走的 不是特别的顺畅 但是比赛嘛 其实就像新天图一样 如果没有蜿蜒曲折 那未必是好事 我觉得都是要经历的 对 但是也是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是 那这一组 其他在淘汰边缘的选手 能够像这两位选手一样 保持足够的韧性 没错 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分数 小玉是拿到了90分 拿到本组的第一名 然后第二名是风仔紧随 其后89分 然后阿深的话也是相差两分87分 然后跟逆心的话也是仅相差了一分86分 其实这一组真的是很胶着了 是